大家好 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了Engines 还有阿帕奇 还有ModeWSGI 一起来部署一个博客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继续 讲另外一种 用Junicom 还有Engines 还有Django 这种部署方式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安装一个 Engines的服务器 Engines的服务器呢 黄金还是用我们上次的 刚部署往本地 来跑这个博客的黄金 也就是说 这个黄金呢 并不是上一节课的 阿帕奇 还有WSGI的那个黄金 而是说 我们部署往这个博客 能在本地跑的那个环境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装Engines 需要管理员的权限 可以用这条命令 当然也可以用SU2 这里就不再说了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安装Engines 当然Engines呢 不一定它本机里面的 有现成的安装包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 不一定有这个圆 那如果没有呢 怎么办 让我这里课件这里呢 有详细的描述啊 就像我们现在安装 但是呢 它在圆里面呢 哎 根本就没有Engines 这个包 那应该怎么办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就 可以自己来建立一个圆 首先输入这条命令 我们自己来编辑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里面我们输入如下的内容 当然是Centos 6.5的啊 如果你是Centos 7 当然最好还是 按照这个环境来吧 我们现在把它保重起来 这样呢 呃 我们这一次再重新执行 刚才的那条命令呢 应该就可以找到 Engines这个包了 好 这Engines安装完之后 我们要把它配置成 呃 自己开机启动 那还是跟上一节课一样 然后呢 这个是下一次开机 以后开机 它都自动启动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 直接启动它 OK 呃 我们访问一下看看 那这是Engines的默证页面啊 就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是需要呃 来改一下Engines的配置 Engines它有一个默证的配置里面呢 呃 指定跑这个Engines这个程序 它的所用的用户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是用Engines这个用户 但是我们刚才的呃 目录也就是说我们的博客的目录底下访问这些呢 是需要我们这个用户账号的 那这个Engines这个用户呢 是没有权限的 所以这里呢 改成我们自己的用户账号 当然的你们要改成你们自己相应的账号名 不要不要不要也是用我这个啊 这是我这边的黄金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退出 如果不这样改呢 后面它访问静态文件会有问题 因为因为你Engine这个账号呢 本来就没有权限去访问那些静态的文件啊 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要来安装Geo内空了 Geo内空呢也是用同样的一条 呃 不过它是用PIP的方式来安装 也比较简单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来建立一个Geo内空的配置文件 呃 上一节课我们是用的 modewsgi 那也有一个配置文件 那它这里呢 呃原理其实是跟它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就来呃 切换到博客的目录下 呃 大家要注意一下路径啊 现在的路径是这个路径 那我在这个路径底下呢 轻建了轻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Geo内空来呃拿来用的 那它里面呢 我们就呃 放入以下的配置内容 放入以下的配置内容 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里是呃 我们也就说我们的 Jingle的程序呢 是交由这个 Juni孔来处理 然后它跑跑的呢 是跑在8080端口下 那这里是可以改 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 要启动多少个线程 这里呃 Worker 这里呢 正常是怎么填呢 就是填成CPU个数 你服务器上的CPU个数加1 例如说我现在是单核的 那我就这里填2 如果我是双核的 我就2加1 就3 就这样一般是这样填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具体是需要怎么样的 可以自己去呃 研究一下 然后呢 这里是错误的字字 是放到哪里 这是呃 全路径啊 最后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这样 然后我们保存起来 这样我们的Gunic 孔的配置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在同样目录下建一个 Engines的配置 这个配置呢 是给Engines读的 那同样的我们就是直接就从呃 课件里面写的也比较清楚 就是把这个配置呢 烤进去使用 那这个配置呢 呃 这个Engines的配置呢 这些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 Lisen是监听哪个端口 server name 是什么 你的服务器的上面域名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字字放在哪个地方 这里日字呃 路径是可以自己指定的 那这一句呢 就是 如果访问的是8080端口呢 那就让给呃 交由那个 Junic 孔去处理 然后接下来这些呢 例如说访问静态文件呢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 当然你如果不是8080端口 直接访问静态的文件呢 它是直接去呃 交交给Engines处理 它不会经过我们的Junic 孔 但是你如果是访问其他的 像Jingle的那些呢 它是通过8080端口 就直接交给Junic 孔去处理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我们现在把它保存起来 这样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配置文件呢 放到Engines的配置目录下 这样它才 Engines才能读到它 那我们就需要再执行一条命令 相当于说做一个快捷链 呃 快捷方式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 呃 配置文件呢 把它链接到 Engines 配置目录下面去 这样呢 Engines它就可以读到它 那如果呃 这条命令也是需要 广源账号 如果你需要 呃 你是用 刚才送那个用户的话呢 你需要加上 你需要加上SU2啊 但是我现在是直接用管理员 做个快捷方式过去 那这样Engines就可以读到这个配置了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来 呃 编辑一下呃 刚才的 我们博客目录底下有一个settings.py 呃 我们在Engines的配置里面呢 指定了servername 那我们把这后面servername 后面的这这两畅呢 加到我们的Django的settings.py的 Alohost 这里面去 我们现在打开来 那这下面呢 有一个Alohost 我们改一下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 OK 这样呃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Junicorn呢 让它跑起来 Junicorn 其实它是一个命令啊 这样跑起来呢 它就会来 读取我们的 项目 下面 的wsgi 然后呢 它用的配置呢 是用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配置 那我们是用管理员账号来跑的 当然 跑的目录呢 是有限制的 这条命令呢 需要跑在刚才的 这条这个目录下 需要在这个目录下跑 那么这条命令呢 是每次 你开启服务器 要运行我们的网站呢 都是必须自己来 跑这条命令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它做成像 例如说像Engines 或者是MySQL啊 这种做成服务呢 具体要怎么来写 写一个服务 这些呢 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 这样 做完之后呢 你以后每次服务器 就可以像 Engines这样 就当成服务来启动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 这节课 是不打算去教什么 大家怎么写服务 那大家呢 就是手动来执行这条命令 这样呢 Junicorn就跑起来了 跑起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剩下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要打开80端口 啊 经常会 也会有 有有 同学可能会遇到 就是说80端口 这边要 防火墙 这边要打开 那我们是通过两条命令 我们新开一个控制台 因为那边已经在跑 Junicorn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跑一个 service ip table save 就让它生效 这样我们的80端口就打开了 那这样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重启一下我们的engines 重启一下engines服务 然后呢 我们来访问我们的网站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mySQL的服务没有启动啊 我们的数据库没有启动 那直接让它启动就可以了 那 数据库呢 就启动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 诶 可以 可以打开我们这个页面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 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完了呢 并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 尝试访问一下后台 那这个页面呢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就上一节课我们讲 阿帕奇还有engines的时候呢 用wsgi的方式呢 也出现过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的原因呢 还是 还是那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静态文件 admin的静态文件呢 没有拷贝过来 那对于 这种情况呢 我们上一节课 其实也有讲过 应该怎么做了 我们现在切换到送那个账号啊 当然大家其实也可以参照上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怎么去 把 admin 底下的那些 拷贝过来 也就是说我们这后面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是在这后面加上一个 static root 对吧 这里是matter root 我们自己加上一个static root 那给它起个名字 给它起个 collect it 然后推出 保重推出 这样呢 我们等会再运行一条命令 anpython manage collect statics yes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 呃 那些admin底下的东西呢 其实是放到了collected 我们把这个admin呢 移动到上一层的static 目录下 那么我们进去static 底下看 可以看到有admin 可以看到有admin目录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刷新一下看看 啊 这样呃 就 能完整的看到 我们现在加一个文章吧 嗯 嗯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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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呃 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收到 爆发 啊 回到主页 那大家可以看到 呃 刚才加进去的已经加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节课呢 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呃 Tornado和Engines 还有Mexico 还有Django这种部署方式 这几种都是比较主流的部署方式 希望大家能认真的 跟我一步一步的来做实验 当然我们这一节课讲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当成的就这样来 把环境搭建好 但是大家应该还记得 之前我有讲过那些 例如说要怎么打开Memcache 还有一些 例如说模板 就是说你的各种出错的模板 这些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之前也有讲过具体要怎么配置 所以就算你是用Junicone 来配置好这个环境的话 你还是必须按之前的一些 之前的课程的内容 去自己再去改一改改一改那些setting 还有试制一下出错的模板 所以之前的这些我们就这里面就不再重复了 但不等于说你自己就不用去配置 不等于说你直接按照老师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来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做之前的那些东西 我们只是为了避免重复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跟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